中文字幕混音 历史总是以人物来承载的 因为历史很多有事件有故事 但最终是以人物来承载这些历史的 所以说我就很敏感的 就是觉得应该是以人物的肖像 来做做我这个作品的一个重要元素 观光肖像是由原来集体人物 刚才有一个问题里面就说了 很多人物合在一起的 我的旧作品全是这种 但这种形式太多了 肖像在我们中国的艺术生态当中 巨幅的肖像还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虽然也不是没有见过 也不是全新的 但是相对于我过去那种形式来讲 它是更贴近现代一些 但是后来因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西方的当代艺术进入中国以后 对我们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也在美术界 中国美术界分成很多流派 有一些就纯粹像西方一样 我是开始的时候是中国就是完全中国那一套东西的 后来我逐渐的就是结合了这几种流派的长处特点 我认为我是这样的一个艺术观点 首先中国的艺术要关心中国的问题 第二既然是艺术它就要有这个艺术形式问题 这个艺术形式你不得不讲究 你不能只是说有很好的内容 但是你这个艺术形式是不过硬的 是成就的 是没有效果的就不行 所以我一直就探索这个问题 虽然我的作品经常在国内获奖 而且我认为那个大幅的肖像比较简洁 而且有视觉冲击力 可以很快地表达这个我艺术作品中间的内涵 所以说这是我这个认为就是说在我的艺术这个道路当中 是个重要的一个环节 重要的环节 再 SUNY sounds simpler 所看的是致 Kontakt 7utz 不 quer 他也把 premier decision 他太耸 große 刺汰在 leaf 看起来就是要震撼 要有一种打动人心的这个笔触啊形状啊 我觉得匀工非常合适 所以说我就花匀工 当然前面已经说了两点 一个是视觉需要 美的需要 这个是一种 就是艺术的需要 另外一个就是 人文关怀 对他们的尊敬 当然也有怜悯 也有关心 反正各种各样的 我跟工人 在跟他们工人一起下井 劳动 然后跑了很多 包括山西 河北 北京门头沟地区 煤矿我都去过 所以我跟那些煤矿很熟 煤矿的工人 还有他们的领班 都很熟 而且经常跟他们喝酒 吃饭 他们的名字我也能叫得上 所以说一说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当时 其实我很小 我在2000年的时候 就想画文革历史的创作 但是一直找不到样式 我用什么方法画呢 但是我很失败 因为我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都不行 跳不出来老的圈圈 但是又没有 苦语 没有这个方法 毕竟是艺术 你不能喊口号 你不能随便说要做什么东西 你总得找到一个方式 特别的方式 但是找不到 这一晃就过去了五年 就2005年的时候 我到山西煤矿 就是跟他们矿工 去写生 去画草图 就有一天晚上 我从煤矿出来 然后跟工人 在一块喝酒 吃饭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就突然 好像灵魂出窍了 一下子脑子出现了一个画面 我就是对面那些工人 喝酒的工人都看不见了 就是脑子出现一个画面 就是一个巨大的空间里 全部都是巨大巨幅的 文革的人物的肖像 各种各样的人物 都是我熟悉的 矿工肖像是 矿工肖像我要现在说 它跟历史中国众志校 1966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作品 当然一个是表现现实的 一个是表现历史的 同时方法也不一样 一个是 矿工肖像是可以单个拿开 就是每一幅肖像 可以是一个作品 但是历史中国众志校 这100多张 我画了110多张 这些所有合起来 它才是一个作品 这些作品 如果单独拿出来 一张或者两张 它只是一个作品的局部 哪一些是重大问题呢 就是比方说历史的遗忘 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 这个历史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1966到1976 这十年的文革历史 我觉得这十年历史 几乎特别是在我们艺术界 没有人用艺术形式来反映 所以我就觉得自己有责任 我也经历过这十年 我觉得有责任 用艺术的方式 把这个历史还原一下 当然我也不是说我想评价这段历史 我觉得我就是在线 把它当做一个教科书一样 当做一个档案一样 就是让那年轻人知道 首先我是既然画这段历史的那些人物 我是首先把它分成类 比如说政治 经济 学者 文艺家 军人 英雄 所谓的正面人物 所谓的反面人物 我都把它分成类 然后按照这个类我去寻找 当然主要是用网络 用搜索 它有一种图像搜索的功能 所以说互联网对我这个作品 就是帮助很大 所以我这些人物都很有名 所以在网上搜索很方便 而且一搜可以搜很多 我可以选择 为什么要选择小人物 是因为我自己个人认为 中国的历史 过去写历史 都是写大人物 帝王将相 我这次我选择的人物中间 有一部分 大概三分之一是不知名的 普通人 为什么这样呢 我觉得他们同样也跟这些大人物一样 记载和目睹和见证的历史 这是我一个 我认为这是我作品一个亮点 这些人就搜索不到了 就找不到了 那个网上就没有 所以说这些人呢 我是在我的博客上 发了一个电子的公告 就是征集他们的肖像和他们的历史 就是有他们的故事的话 结果没想到还真有很热烈的反应 有不少朋友也给我提供 也有一些是通过信件 我不认识的人寄过来的 我这个里面作品有一些任务就是这样子 通过这样的方法获得的 所以这个作品呢 我觉得 它确实有一种新意 因为它是用不断延伸的肖像 来还原这段历史的 就是在我们中国美术史 我甚至我觉得在世界美术史上 也没有见过这种这样的方法 所以说 我觉得 这个作品呢 的确让我感到 我 就是说 我这样子想 就是说 如果我这一辈子 就完成这样一个作品 我都觉得死而明目了 因为它既完成了我一个夙愿 我要表现这段历史 同时呢 又是采用一个全新的方法 如果我让你再来 我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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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